政府連續第10天突擊維蜂強制檢測 昨晚維蜂土瓜環橋裕大廈和橋法大廈 檢測今早7時多完成 1,700人接受檢測 小部分的樣本結果仍然在核實中 今次受限區域位於駱山道的橋裕大廈和橋法大廈 早7時15分起 居民出示陰性檢測結果、電話短訊或帶手環證明等 可以在指定出口離開 受限區域自昨晚7時開始維蜂檢測 至今日凌晨2時大約1,700個居民接受檢測 當中小部分樣本檢測結果仍然在核實中 政府派員到訪645戶 當中37戶沒有人應門 兩棟大廈近期都沒有確診個案 但政府說兩棟大廈的污水樣本持續呈陽性 在評估流雨狀況和可能感染風險後決定維蜂 有住客也認為維蜂檢測可以保障市民健康 這樣都可以 怎樣可以的 最重要是大家保障市業最好 最重要是健康 這個過程都很簡單 昨晚下來都很快就做到檢測 我想都不多過三分鐘就可以回家了 都沒有確診個案說有些污水樣本陽性 其實覺得這個檢測去做這個檢測合不合理呢 其實當然是我們每個市民自己的生命安全 如果你是都珍惜自己生命的 我想政府都需要這樣做的 基本上這裏都覺得挺要問的 大家不知道有甚麼進出 又不知道有甚麼成效 不如你看看上次的報道 又說有些判面檢疫人士又有事 不如擺多點focus下去 好, There we go